春节党电影《满江红》上映后 有视频显示 一些观众观影结束后 在影厅激动的朗诵岳飞慈《满江红》 《满江红》上映后 收护旧山河朝天区 收护旧山河朝天区 天里路云和月莫正仙 白了少年头 后悲戒 建武当时 有危险 陈子汉和十年 家长者 踏破荷兰山区 装置集团 大战 参加 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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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岳飞故乡 河南汤英县 在春节期间 还推出了 完整背诵满江红 免费进入岳飞庙的活动 另一段视频中 在河南周口华英区的 岳中午词 有游客在游览景区时 突然激动地拿铁板 砸打景区内的秦桧像 在电影院和景区 背诵满江红 以及杂打秦桧像的举动 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反感 微博网友 科技犬健哥评论说 电影院朗诵满江红 已经出现人传人迹象 微博网友 低了个社评论说 春节党的电影满江红 好多人看完后 慷慨激昂 在电影院 深情并茂 大声朗诵 悲痛至极 突然想起来了 王硕的一句话 一群 连街边小偷都不敢呵斥了人 却勇于高呼 灭了岛国 一群 连活着了人民的痛苦 都视而不见的人 却一直说 不忘死去的先烈 更有甚者 还专门跑到岳飞庙前 去山秦桧 得亏 是一个同人雕像 如果那是一个活着的 且全高位重的秦桧 大家还敢吗 微博网友 回望风世 评论说 这段时间 似乎非常流行 在电影院 看完满江红之后 大声朗诵满江红 像极了 疫情期间 当着大白的面跳 听我说谢谢你 就很魔幻 微博网友 豪江克3 评论说 在电影院 深思力竭的朗诵满江红 在公园里 排队用鞋底 猛抽秦桧像 是一样的社会底层暴力 都是在借助某种 对上表达了忠诚或奉献 获得 或以为获得了某种特权 某种加持 并因此放胆 释放暴力 渲染狂热 微博网友 银骨鲨鱼 评论说 一两个月前 还在骂放开白纸的粉红 如今坐到电影院里 朗诵满江红了 天哪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 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 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negra平台项目投稿 会记录和对抗 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文字显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